9月27日,在距离美国大选仅剩一个月之时 纽约时报发布了一篇关于对特朗普18年间的纳税情况的调查报道 报道中发现,有11年他完全没有缴纳联邦所得税 还有两年分别只缴纳了750美元 这种纳税情况与特朗普25亿的身家相当不符 纽约时报在获得唐纳德·特朗普的纳税申报数据后报道称 特朗普在2016和2017年分别仅缴纳了750美元的联邦所得税 众所周知,特朗普一直无视美国总统数十年来的传统 拒绝公布其纳税申报数据 这也就是众多媒体以及选民对其税务问题如此关注的直接原因 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称 特朗普的商业帝国基本上处于亏损状态 长期以来一直靠特朗普参加电视真人秀节目《学徒》的所得支撑 但是随着真人秀节目所得以及其他来自特许协议的收入日渐减少 而一笔笔贷款即将到期 使得特朗普的财务状况越来越紧张 特朗普在9月27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驳斥了这份报道 称其是捏造的,完全是假新闻 特朗普声称自己交了很多税,但拒绝透露具体数字 而特朗普拒绝透露具体数字的理由则是美国税务局在审计 这个借口他已经使用了整个任期 因为自2016年大选之前起 特朗普就一直声称不能透露自己的纳税情况 因为他的税表正在接受美国税务局IRS的审计 对此时任美国税务局局长查尔斯·雷蒂西都坐不住了 他曾公开表示没有任何规定禁止个人在接受审计时公布自己的纳税情况 除了不披露自己的纳税情况外 特朗普还阻止检察官和国会调查人员了解他的纳税情况 官司一直打到美国的最高法院 但今年夏天,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部分不利于他的裁决 这篇报道对特朗普投税漏税的手法 以及当前的财务状况做出了详细的披露 比如报道中表示,特朗普背负着逾3亿美元的贷款 如果他得以连任,这些贷款将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到期 目前他的个人负债总额为4.21亿美元 而特朗普却在一份公开文件中表示 他在2018年至少赚了4.349亿美元 该报道对此也提出异议 因为他2018年的纳税记录显示 他反而出现了亏损,数额达4740万美元 纽约时报的报道还称 特朗普旗下的高尔夫球场和酒店等大多数大型生意 年复一年的报告数百万美元亏损 甚至数千万美元 而这一公式也成为特朗普生财之道的关键要素 那就是利用他的名人效应的收益 购买和维持风险企业 然后利用其亏损来避税 而自从特朗普入主白宫后 海外收入成为了他获取金钱的主战场 纽约时报称 特朗普在白宫的头两年 从海外获得了7300万美元的收入 这些钱大部分来自他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高尔夫球场 但纽约时报还表示 特朗普集团也从威权主义领导人 或有争议的地缘政治国的授权交易中获得资金 比如这些授权交易 使其从菲律宾、印度和土耳其 分别净赚300万美元、230万美元和100万美元 除了这些以外 还让特朗普名声大作 真正成为名人的美国电视真人秀学徒 也是其重要的赚钱渠道 报道称 2018年特朗普从真人秀学徒中 获得4.274亿美元收入 此外还有一些机构 为使用特朗普的名字付费 进行品牌推广合作 据称他当年还投资了两栋写字楼 赚取1.765亿美元 然而纽约时报表示 由于特朗普上报说 他的企业遭受了重大亏损 他在这些收入上几乎没有纳税 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 官方表示所有信息 都是由合法渠道获取的 不过为了保护消息来源 该报没有公布获得的税务文件 小编一直无法理解的是 既然特朗普及其团队口口声声表示 总统从没有过任何税务违规行为 那为什么不大大方方的公布税表 让所有质疑者闭嘴呢 如此拖拖拉拉 找借口各种敷衍 岂不是更有此地无垠三百两的意味 据了解 明天将会是特朗普与民主党竞争对手 乔拜登举行首场大选辩论 这篇报道会不会对特朗普的辩论 形成不利之势 使其位战先衰呢 小编将会为大家持续关注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by bwd6